第九题 在25度C下 某固定体积之密闭系统的化学反应 已达成平衡 其反应是如下所示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是考我们的勒沙特勒原理 老师上课的时候说 取有余补不足 多的送的人家 少的向人家要 选项A说 当系统温度上升时 气体颜色变浅 温度上升呢 就是热量变多 多的要送人家 所以反应朝左进行 所以我们的二氧化氮的量会增加 四氧化氮的量会减少 二氧化氮是红棕色的 四氧化氮是无色的 所以我们的气体颜色是变身 选项A是错的 而选项B说 二氧化氮的分子数增加是对的 那么如果我们当系统温度下降时 热量变少 少了向人家要 所以反应朝右进行 四氧化氮的量增加 二氧化氮的量减少 所以选项C说 当系统温度下降时 反应应该是向右进行 而不是向左进行 选项C呢是错的 然后呢 这边的呢 四氧化氮蛋 这边只有一个分子 而这里二氧化氮有两个分子 所以呢 我们向右进行的时候 我们的总分子数会减少 所以选项猪说 系统温度下降时 气体总温度会增加 也是错的 只有选项B是对的 第九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当系统温度上升时 二氧化氮分子数增加